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爱奇艺四部头部大作叙事呆发 一念观山马上来 无忧度播出有望 刘诗诗和刘雨宁双流组合 目前已经参加了你好星期六的活动 为自己的新剧一念观山打call 这一次也是为囊我们的诗诗女神了 因为她几乎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也基本很少上综艺 真的不知道谁能够说服她举住一个大牌子 为自己的新剧做宣传 这就感觉像是街边的叫卖的一样 要是死了 展览完毕之后 刘诗诗一路小跑回了去 估计她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但是还是硬住头皮去做了 毕竟是自己的大女主剧 不出场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不过刘诗诗不管是什么时候 还是保持自己的优雅 举牌的时候 她内心波澜应该非常大 但是表面还是无比淡定 只见刘诗诗穿着一身白色的衬衣 红色高跟鞋配红色的裙子 气质满满 谁看了都要惊呼一句 这才是女神的模样 看这个局势 一念观山应该是马上就要来了 正在叙事待发当中 这个宣传模式还真的是挺独特 在爱奇艺的牌位当中 也可以看出一念观山很是靠前 估计白露新剧过后就会直接上这一步 真是等待两久了 那除此之外爱奇艺还有三部大剧 也各个都是头部剧 演员阵容无比强大 而且有的还是大IP 女神真的很有风骨和气质 首先就是杨幂和龚俊的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月娱月亮非常高 目前这部剧的牌位是第三 有望今年上线 狐妖小红娘有一个特色之处 就是美女非常多 郭小婷 陈阳 朱绪丹等等 观众们有眼福了 不过作为一部古装剧 杨幂露腿是怎么回事呢 海豹当中只有她一个人露铸腿 感觉奇奇怪怪的 我狐妖小红娘的裙像海豹 男女主战薰图片很好看 此外 唐峰满满的悬疑大剧 唐朝鬼是录之西行 整体进程也比较快 而且是平台特别爱的一部剧 算是一匹小黑马吧 因为第一部非常受欢迎 所以这第二部自然也是期待满满 郭默驻留诗诗一念观山 播完之后就能够上遮布 原班人马 令人期待 另外还有一部是 任嘉伦和宋祖儿合作的《无忧度》 嘉伦等这部剧长达一年的时间 而且也是林玉芬近几年来 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 如果因为一个女演员 无法顺利播出 不知道遗憾了多少人 一部青森行被埋没就够可以了 林玉芬居然这么倒霉吗 不过 据有关消息爆料 《无忧度》并不是没有播出的希望 第一点是因为平台依然 把它排到了前面 第二点是《无忧度》 只要这两部大作投入 应该都挺大的 所以宋祖儿那边的官方通报不出 这两部剧还都是有可能播的 或许能够争取到播完再通告 这样一来 《无忧度》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以上提到的四部大剧 各个阵容强大 各剧特色 大家最喜欢哪一部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 在这边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